北京时间8月12日,热国目前是全联盟限资最高的球队,他们的所有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.52亿美元,另外,热国队内居然有7个薪水超过1000万的球员, 但给所有人开工资,我身,都这么慷慨的来历,却拒绝对韦德提供一份合同,不过虽然来历不仁,韦德却不能不易,闪电侠今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,如果他继续征战,那么只会回到运火,韦德陪儿子扎一二参加了青少年NBA大赛,并在现场接受了采访,我的时间还有很多,我们又没有要求千一个一亿的顶心, 所以,我可以慢慢考虑,随后他强调不会去中国打球,如果我还在打球,那么肯定是在卖艾米热火,如果我继续征战,也只会身批热火球衣,除非我选择退役,那才会有别的情况,看来,雷德才一次向莱莉做出了妥协,他宁可自己不签约,也得先让球队完成其他运作,但当所有运作完成,最后留给闪电侠的, 可能只有一份底薪了,NOXV 发了散 owned by架川宁爱与修 仍然 screwed,请找参照 med建论